轰的一声爆炸 巨响 远方火光冲天 民众吓得躲在墙角 周三早上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遭到俄军空袭 一栋八层楼的公寓被毁 造成13死18伤的悲剧 乌克兰水深火热 反观上个周末 伊朗空袭以色列本土因为有美英法 等盟友相助 拦截率99% 损害轻微 但上周四 俄军的飞弹无人机空袭乌克兰 乌军只能靠自己 拦截不到70% 这让总统泽伦斯基心里超不平衡 他接受美国PBS专访的时候大吐苦水 泽伦斯基不懂以色列又不是北约国家 为何西方国家愿意防卫 却连给乌克兰武器都显吝啬 专家要泽伦斯基认清国际现实 但乌克兰哪能咽下这口气 乌克兰策略分析师奥伦成科PO文写道 伊朗袭击当晚看清楚自己在美国眼里从来就不是盟友 乌克兰只是个累赘 是不会给自己收拾烂摊子的麻烦者 字句间充满心寒跟心痛 乌克兰外长的话也很酸 而泽伦斯基只是把握机会对西方 良心喊话要快给武器 美国拜登政府不是不给 只是追加预算还卡在众议院 众院议长强身打算把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 台湾拆成不同的法案 平本周五分开表决 强身自己面临党内逼宫 因为共和党也闹内讧 有人拒绝帮助乌克兰 愿意的人却是外加一对弹书 华府政坛忙着算计角力 乌克兰还在前线苦战 乌克兰东部距离巴赫姆特 只有八公里的查西夫亚尔 俄军濒临城下 俄军沿着南北两条公路 不断加大攻势 如今已达到查西夫亚尔西部郊外 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研判 俄军打算在5月9号之前攻下这座小镇 面临沦陷危机的还有东北部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几乎近来每一波的俄军空袭 哈尔科夫的能源设施都有份 这座火力发电厂两年来已经遭到六次飞弹袭击 工电吃紧 哈尔科夫也开始限电 大家正好搬出发电机来应急 只是都已经过两年了 咬牙苦山是能撑多久 传家认为就算现在俄军无力吃下整个哈尔科夫 但是厌战情绪日积越累 恐怕会拖垮乌克兰的抵抗意志 有限造不倒 4月13号午夜 伊朗的炮弹攻击 火轰抛物线划破以色列夜空的惊悚一幕 至今还记忆犹新 相当于60吨的炸药狂轰以色列 尽管多数被以色列和盟友共同拦截 但以色列半年之内连两次遭遇重大国安威胁 一场战争还没完 现在又该怎么办 恐怕是进退两难 只是这些都是来自以色列军队的官方说法 实际上以色列战时内阁会议开了又开 依旧没有决定下一步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此时还抽空去探视新兵 顺便呛伊朗又躲回到代理人后面 只是纳坦雅胡口中的捍卫 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退役的美军将领推演出三种剧本 如果是这三种情境 用删去法来看 大规模回击是各界都不乐见 美国更是强力劝退 因此只剩两种可能 美国媒体NBC报道 以色列考虑对伊朗发动小规模打击 甚至有可能会先拿散布中东的伊朗代理人开刀 这和另一位以军发言人的言论 卢出一撤 北约的退役将领则认为 以色列的做法受限是还得考量到一个危险因素 那就是伊朗的核武能力 在以色列还没行动之前 欧洲美国正研议要追加一连串制裁 白宫打算断了伊朗制造攻击型无人机 以及飞弹的供应链 另外也可能再拿伊朗原油开刀 限制出售管道 更罕见的是 是由向来温和的美国财长叶伦 亲上火线说明 只是现阶段伊朗的单方面攻击 确实已经让以色列从加萨战事分心 原本已经箭在弦上的拉法行动 现在延误 但是对加萨情势也没多大帮助 因为以军仍持续对加萨一面扫荡 中部的马加奇难民营又遭到空袭 酿成13位平民丧命 现在更有大批平民听到消息说 可以开放回家 因此不顾危险 开始要从疏散避难的南部北移 徒步走回加萨市区 恐怕又是一段危险重重的战火奔逃 TVBS新闻送河波兜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